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 农历7月30日 是地藏菩萨的圣诞 佛菩萨在世间 世间人有苦难 佛菩萨常常硬化在世间 我们也讲过很多地藏王菩萨硬化世间救度众生的故事 老法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在台湾 周邦道先生是老法师的校长 他的夫人曾经讲了他遇到地藏菩萨的故事 那也是硬化身 当时他不信佛 抗战胜利之后 他回到南京 他们住的房子很大 是三重四合院 所以庭院很深 大门进去之后 是很大的一个院子 到里头有二门 在里面才是居住的客厅 房舍 有一天 他在家里遇到一位出家人 他问 你有什么事情吗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出家人就说 是从九华山来的 希望施主不施 五金香油 周师母没给他 然后他就走了 走了之后 周师母突然想起来 院子这么深 大门 二门都没有开 他是怎么进来的呢 走了之后 不见了 但门还是关着的 门没有打开 那他是怎么走的呢 疑惑了好多年 以后在台湾 遇到了李炳南老居士 跟着他学佛 把此事就告诉了老师 老师这个时候才说 那是地藏菩萨的化身 他跟你有缘啊 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一生持地藏经 每天读地藏经 拜地藏菩萨 最后念佛往生净土了 当时他没有接触佛教 也不是佛门弟子 为什么地藏菩萨会视线在他的面前呢 当然 他有感 这桩事情的因绝对不是这一生 过去生中 跟地藏菩萨有很深的缘分 这个念头才动 自己不知道 极其威系的念头 地藏菩萨就知道了 映现在面前 这个是活生生的 可是若干年后遇到佛法了 这才恍然大悟 悟了之后 跟地藏菩萨的情特别的深切 跟素氏的缘分也结上了 所以每个人都一样 哪一个人跟佛菩萨没有缘呢 通通都有缘 很多人每天诵地藏经念地藏王菩萨的圣号 我们真正了解菩萨名号的真实含义吗 那今天就来听一下老法师给我们的开示 既念菩萨的殊胜得横 就必须要了解菩萨名号的真实含义 第一 名号含义 表法 孝敬 地是大地 就是说 我们的心要像大地一样 能忍 能承受 藏 是宝藏 我们的心地 寒藏 有无尽的宝藏 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才艺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财富 六祖大师云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这是地藏之意 这个名号就提醒我们 要懂得开发新地宝藏 用什么方法开发呢 地藏菩萨本愿经 教导我们 要用孝清尊师 来开发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 我们念佛人 修学净土 求愿往生 要记住 观无量寿经 教导我们的敬业三福 信愿行三资粮 是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 没有三福 就没有三资粮 三福 第一福就是 效仰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补杀 修实善业 没有一尊佛菩萨 不孝顺父母的 也没有一尊佛菩萨 不奉事师长的 我们一生的成就 父母 师长 对我们的恩德最大 范网经云 生我者父母 成我者师长 我知法身 由师口生 从法化生 乃至教诲引导 直至菩提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是生我 养我 育我 是养育之恩 如果没有父母 我们就没有现在这个身体 没有父母 纵然生下来 也无法生存 所以 父母恩德不能忘 我们的肉身来自于父母 法身会命来自于老师 肉身是仪式 法身会命 通三式 父母的恩德 对我们是一生的 老师的恩德是生生世世 从出发心到成佛 都不能离开老师 所以 师恩超过父母恩啊 范网经又云 一切众生 男者是我父 女者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所以 六道众生 皆是我父母 一切众生与我们的恩德实在太大了 无量节以来 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 互为父母 父子 母子 因此 我们应当孝顺一切众生 我们入佛门 孝敬非常的重要 念佛要得一心不乱 要得功夫成片 往生决定有把握 就要从孝敬做起 最初的第一步要学地藏菩萨 第二 菩萨因地 念佛救母 地藏菩萨在因地为波罗门女 光木女 为救她们的母亲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是念佛 菩萨因地 根性狠利 一天一夜 勇猛精进 念到一心不乱 得念佛三昧 才有能力出入地狱 菩萨因地 光木女 念佛都能救度母亲 其原因就是制成 恭敬 她们能成就 是因母亲堕了地狱 她们一心一意想救母亲 她们的母亲 要是不堕地狱 她就不会那么的专心念佛 所以 为救拔母亲 而一心一意地念佛 这是真孝子啊 三 受佛诅托 带佛教化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 弥勒菩萨还没有成佛之前 这一漫长的时间里 佛不在世 众生苦难越来越严重 谁来救度呢 地藏经上明白地表示 佛将弘法立生的事情都交给了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代替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 地藏菩萨无量节中没有离开六道 千百亿化身 头头救拔 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呢 菩萨不用神通 神通救不了众生 菩萨用教学劝导 众生造罪业 受果报 佛菩萨是不能代受的 怎么才能得救呢 要回头就得救了 佛给我们说明道理 我们是怎样迷惑的 怎样造罪业的 怎样受苦报的 佛把这些事情都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觉悟之后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这就得度了 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 觉悟之后就能变化气质 变化它的行业果报 最低限度 佛教我们认识三世因果 善因一定得善果 恶因一定得恶报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这是很浅显的因果 更深的因果 这是大成经上所说的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于是我们就明了了 佛对一切众生 讲经说法 无非就是帮助大家 开悟而已 四 悲至双运 明愿加持 佛帮助一切众生 希望赶快成佛 众生无边 是愿度 每一尊佛 每一尊菩萨 都跟地藏王菩萨一样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诸佛如来 是地狱不空 他度众生的事业 就没有停止 乐此不疲 我们只要诚心诚意地念佛 自自然然就会感得佛菩萨的明显加持 明是暗中加持 显是明显 他以化身 以硬身来加持 所以每个人都一样 哪一个人跟佛菩萨没有缘呢 通通都有缘 为什么呢 因为诸佛菩萨是自己真心变现出来的 包括阿弥陀佛 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我们自信变现的 极乐世界也是自信变现的 现前这个刹土也是自信变现的 没有义法离开自信 一心称念佛菩萨的名号 就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了 希望大家听了这个开示都能发心 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如素念佛送经放生 做一切功德 致诚回向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消灾免难 增福 增慧 学习佛菩萨的精神 从自己做起 断恶修善 逐恶莫作 众善奉行 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